喂 你在哪呀? 人在兵实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呀 喂 欢迎来到 人在兵实 人在兵实 好耶 这个频道有两个主持 我是其中之一 我叫阿里神 现在住在纽西兰 我住在这里已经住了二十多年多 我毕业之后 都曾经回到香港做过事情 接下来我们会详细讲一下纽西兰的事物 如果听众们有什么兴趣想我们讲一下 可以留言给我们 现在我们交给我们另一个主持 介绍一下自己 娜姐 大家好 我是娜姐 我住在澳洲已经十多年了 我以前都在纽西兰 住过一段小小的日子 亦在那个时候 认识了阿里神 现在我平时除了上班和上班之外 都会喜欢去一下郊区、公园之旅 可以在森林烧鸡翼、吃餐 然后我会讲一下澳洲的生活 阿里神 你平时喜欢搞什么 不如和大家一起讲一下 我呢 我没有你多姿多才 我幻想到你在郊区烤鸡翼 很捨意一下 你当时在烤鸡翼是在想什么 怎样可以令到它不焦 你会找到某个地方对着某个景 你比较喜欢 是这样的 有啊 我去一个水堂 我面对着一个水堂 虽然不是对着海 但是呢 是可以对到有水的东西 我都会觉得 心亢神异 OK OK 真是不错 那我就比较满 我除了银食之外 平时就做健身 就是我现在在练习 平时就是去做健身 家庭银食 是这样的 来来去去去 是呀 重复又重复 阿里晨真是厉害 早上又做健身 下午又做健身 夜晚又做健身 找到她的时候 都会觉得在做健身 这样 澄清一下 我不是一天做三次 我是偶尔中 有时候智慧最好 有时候下午 有时候夜晚 这样 但是通常是早晚的 是吗 没有 就是一次 是吗 是吗 没办法 因为现在大家都为了身体更加好 Kickfit 男和女 大家都会施展这个渾身解数 来保持最佳的状态 那说到运动 大在威 我也有一件事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我本身退开泳池游泳 前几天 我收到他们的email 就说要关闭几天 你猜一下什么事 爆市渠 不是 是他们发现了 屎楼人在泳池飘浮 Oh my god 我也不知道去不去泳池 好 那真是难搞 其实这些飘浮的东西 哪个游泳池都有 有些会告诉你 人在飘浮 但是我的意义 你去这个游泳 最好早六七点去 因为少些人 少些机会肚子 那你又对 正所谓早去早享受 起到身就是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 不如你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开这个频道 好啊 其实我们常常会吹水 大家WhatsApp 吹吹吹吹 说些东西有时都笑得很吵 现在有这么多人想知道 在外国生活的情况 环境 或者随时 或者困难等等 我们就在想 不如开个台 跟大家吹吹水 聊聊天 是的 我们也发现 在外国住 有很多都很爆笑 我们都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说一说一说 除了我们觉得会爆市 之外 其他可能 在香港 或者知道 想知道 在外国生活是怎么样 其他香港人 如何 我觉得都是一个 topic 应该都有些 demand 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继续听下去 留言给我们 是不是 阿娜姐 是的 是的 不如这样 今集我们轻松一点 说一下我们怎么会 好 好啊 我先说吧 上当年 人生路不熟 一枝公 一条欄 去了一个 鬼影都不多 的地方 真的很勇敢 很勇敢 是啊 很勇敢 因为太多人去外国 可以这么说 我住在一个 那屋 就好像一个宿舍 那样 晚上可以静到温温的声 很可怕 那间屋 住了六七个学生 大家都不认识对方 有些香港人 就安排他们的朋友 或者介绍一些人 想去外国读书的学生 就一起 就帮你们搞手组 安排住宿 那你们就可以去 柳法兰读书了 那那个地方 就 那就会有个人 就煮饭给你吃 那你平时都不需要 怎样去做家务 但是你当然没有教到 那种工作 挺好的 是啊 煮饭给你 是啊 那你也可以和朋友仔 是啊 是啊 一个月给一次钱 就是你香港有人给钱 他们就自己拆佣 那样搞法 那讲回第一天下学 那回到学校 那我们就去了一个房 那房就叫做ESL 那是什么来的呢 是是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就是这个英文 不是他们母语的学生 是 那这个房就给一些 那些亚洲人就在里面 就在里面醉一醉一醉一醉 那讲回我們这家学校 那是女子中学 那里的 那房就 会有个老师来 跟我们计习英文 有时候 但是不是经常有老师的 那如果老师不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 譬如转堂 有break 那些女孩子都会去那间房 大家聊聊天 出有数 那样的 那那天呢 我就见到有个女孩子 就戴眼镜的 短頭髮,但墊了,像公仔臉一樣 穿著一條比較短的校裙 很明顯是更短了 肯定是校服來的 肯定是校服,綠色的 穿著一件特衣衣,帶一條裙比較短 然後呢,她就彈一下彈一下走進來這間房 她進來的時候,我就覺得不太順潮 因為她好像下身動,坐不定 我都很想蹤她一鑊 那你看人的眼光都很細緻 很膚淺 很難忘了 可能我真高,那時候扯高了,那條裙子就會短 明白,明白 哈哈哈 是,然後彈一下彈一下才會長得高 我想呈呈一下,ESL那個class 他一定是給亞洲人的 任何人英文,不是他的母語 都有這個offer去上這一堂 可以是歐洲人也可以 非洲人也可以 但當時比較沒有華人多 還要是香港和台灣人多 還有馬來西亞華人 有印象,有上海人的 我記得 但上海人是跟我講英文的 不是講中文的 很搞笑 你記得嗎?他叫Annie 我還記得他叫Annie 有些印象 有些印象,你一說我就叫Annie 是這樣的 Annie,如果你去我們這裡的話 記得跟他打招呼 但他不知道在說哪一間中學呢 他可能會認得我們的 這樣跟我說一下 我當時認識娜姐 我記得娜姐和我有一科同班 當時我一見到她 我就覺得認定她是一個自由心 為什麼? 因為娜姐很厲害 他可以一路上課 一路看愛情閃說 厲害了是不是? 有些這樣的 我心想應該可以抄去高課吧 是啊 我都不記得有些功力 一些功力都不用出 我當時 我早就知道周篤峰 是剛剛在香港過來的那些人 通常那些話都高級 幾段的嘛 所以我覺得 一些力都不用出 什麼事 看小說法啦 我當時是這麼覺得的 一定是跟你交朋友 一定是數學課來的 我記得有五個同學 全部合同我們 有五個同學是同一個時間去上這個數學科 很好記住 香港人是坐中二坐最后的 知道為什麼 你這個人上課前 是沒有人抄高課 所以就很勤力的 我真的有些人 交完之後 就 當然我有了 有了畫面 你就打開本書 先生來了 你就開始合眼睡了 是不是 沒有辦法 後來大家很快就熟落了 因為香港人不是太多 所以你喜歡了我 很明顯 你喜歡了我 沒有喜歡 就是人中你 我都不去 欣賞我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 有些 是的 還有些勁的 勁的 應該是跟你說的 沒錯 如果你們 聽眾們 如果想 繼續聽我們 怎樣爆料 記得留意我們的頻道 沒錯 對嗎 麥姐 我們今天先說這麼多 我很期待下一集 我們將會討論的 題目是 分享 剛剛來到澳紐 追住 遇到困難 好嗎 好 記得 SLS我們 是甚麼 很棒 分享 喜歡 和訂閱 我們的頻道 麻煩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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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姐 拜拜